来自英国的夯团Coplay即将在11月份到高雄开唱 一连两天门票全数卖光光 想听现场得捡二手 上二手门票交易平台查询 还真的有不少被转卖的票 但想买有条件 看看平台上不认是多少价位的门票 都得跟数位艺术品绑在一起卖 像是这一个票价1500元没涨价 但搭售的这一张数位艺术品 开价3260元 比门票本身还要贵 另外想买这张8800元的座位门票更烧钱 搭配这张8000元数位艺术品一起买 等于想买一张演唱会门票 就要花16800元 两种明明不相干的产品 打着卖难道可以吗 不管是加价转售 或者是以不振方式取得票券 都被认定为黄牛 打黄牛加重罚 但偏偏有人没在怕 变相卖黄牛票 主管机关文化部说不行 发声明重申 一文表演票券只要涉及加价转售 包含榜物出售等等 只要有获利都算黄牛行为 不止卖家搭售行为 已经触犯文创法 律师提醒恐怕也触犯了这一条法规 如果说有这种把其他的另外一个产品 来跟一个本来就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产品 把它搭在一起来卖的话 其实这个有可能会有公平交易法上面的一个搭售行为 那搭售行为可以来向公平交易委员会这边来提出检举 律师表示公平交易法采检举致 就算不是受害人也能当吹哨者 防堵黄牛即重罚不留灰色地带 进行问吴亚廷舒伟晨采访报导